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,今天小五带来陈情令同仁作品,取名望线,第52集,还是我们家蓝战有眼光。 魏无线并没有回答金夫人,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,他们皆可相信,此次前来云梦,金夫人特意请了金陵几位台德高望重,最值得信任的长老过来。 那就好办了,找个人,一融成金公子的模样,跟你们回到金陵台,引蛇出洞就可以。 金陵台,花朵雪白饱满的金星雪浪,迎风怒放,在长长的台阶两旁,开成一片花的海洋。 清风拂过,花香涌动,美不胜收。 金夫人带着众人拾接而上,远远的就看到金子轩和金光瑶,带着蓝绫金式的众人。 站在抖颜厅门口,翘首以盼地等着他们。 沈娘,子轩兄。 金子轩向来高傲自大,目中无人,从来不把其他世家的弟子放在眼里。 哪怕如今被温室学习之后,也依旧是一副唯我独尊,鼻孔朝天的模样。 母亲,子轩兄。 蓝二公子和江公子也来了,欢迎知智。 来,来来,大家里面请。 金光瑶笑容满面的。 随着众人往大厅里走,热情好客,彬彬有礼的模样,让人忍不住心生好感。 抖颜厅里,大家依次落座。 蓝战身前的暗戟上,是姑苏蓝式的菜色,清净爽爽配一盏香茶,而江城面前的则是浓油重了。 典型的云梦特色,甚至酒壶里盛的都是莲花屋的贺风酒。 馆中窥抱,有这些细节就不难看出,安排宴戏之人心思缜密,可见一半。 母亲,云梦之行,想来很是顺利。 不知,子萱兄的良辰,定在何时? 金光瑶亲手给金夫人布采针酒,殷勤备职地跑前跑后,比金子萱还要仔细周到。 金子萱本来就看不惯金光瑶,嫌弃她沟兰苑出身,辱没了蓝绫今是门美。 如今见她一副狗腿的模样,讨好金夫人,冷哼一声扭过脸去。 都是那个赤丰尊多管闲事,仗着这次对叔父有救命之恩,就把这个人塞进金灵台。 一个出身下贱的私生子,看着就让人生气。 嗨,别提了。 都是那个小贱蹄子,大庭广众之下勾引子轩。 于子渊一气之下,用此殿结果了她的性命。 本来,云梦将是要当众取消这门婚约,是我好说歹说,甚至用性命担保。 子萱只是一时糊涂,云梦才答应再考察她一段时间。 恰逢蓝二公子在云梦做客,就随将公子一同前来金灵台。 他们都是我们蓝绫今世的贵客,你要替我好生招待。 金夫人按照之前套好的说辞,将前因后果讲给金灵台的众人听。 是,我一定安排人,把两位公子照顾好。 金光摇扭头,目光与金子萱视线相遇。 金子萱无可奈何地点点头,一副被金夫人骂得心慌意乱,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样子。 蓝战微微抬眸,看向上位的金夫人。 在听闻唯一儿子惨遭不测之后,能这么快就镇定下来,语气中有对那名侍女不知减点的气,也有对金子萱恨铁不成刚的怨,唯独没有伤心和难过。 这样一个有勇有谋的女子,金光善却不知珍惜,让她一个人背负了太多。 金子萱心事重重视不下咽,盘懒了几口饭就放下了筷子。 是旅徒劳累,还是蓝灵金氏的饭菜,不合你的胃口。 金夫人特意嘱咐金光摇,把蓝战和江城的房间,安排在金子萱所居住的芳飞殿中。 蓝灵金氏人心知肚明,表面上是年轻人住得近,有共同话题,实则是方便监视他们家少年宗主,有没有什么触格的问题。 夜已深,芳飞殿中的三个人却毫无睡意,在金子萱的卧房里品茶聊天。 这么厚的脸皮,热不热?江城抬手捏了捏,金子萱的脸颊还不满意,又用巴掌轻轻拍了两下。 按理来说,金子萱长得也是俊的一批,可怎么看,还是魏无羡那张,特别欠揍的脸,看起来让人舒服。 你轻点,别给我捏坏了。 怎么样,我演得像不像,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? 没有真的。 且,我说了你又不信,你还问我干嘛? 江城披了不知好歹的人一眼,送给他一个免费的小白眼,难得没有和他枪声,居然还不相信自己。 谁让你自作多情,我问的是蓝湛好不好。 金子萱满脸不屑的,把江城的小白眼还回去之后,这才牛脸看向一旁。 整晚都沉默寡言的人。 蓝湛,你看出破绽没有? 没有蓝湛抬头瞥了金子萱一眼,又快速垂下眼帘,这去眼眸中的委屈和失落。 想念,自家未应骂张明媚娇俏的容颜。 果然,还是我们家蓝湛有眼光。 金子萱的眼睛被蓝湛肯定,心中飘飘然,一时放松。 身子就不受控制地往人家身上歪去。 他说的和我说的一字不差,矫情。 金子萱靠在蓝湛身上的画面,看起来有些辣眼睛,为了自己明天不长眼睁。 江城扔下一句话之后,就落荒而逃。 蓝湛,你怎么了?身子这么硬。 不想抱我,不想亲亲我啊。 看着略显局促的雅正君子,金子萱心中的作恶欲又起。 蓝湛,你怎么了?身子这么硬。 不想抱我,不想亲亲我啊。 金子萱大大咧咧地坐在人家腿上,才发现蓝湛真个人都在抗拒他。 身体僵硬得就像一大块带温度的铁板。 看着蓝湛眼神里,百年难得一见的窘迫,某人想作恶的欲望,在心中汹涌澎湃。 贼兮兮的眼神肆无顾忌地落在蓝湿身上。 你,你,你能不能先恢复本来面目? 面对金子萱凑过来的薄唇,蓝湛上身本能地厚仰,颜色浅淡的眸子里,闪过一丝丝无法掩饰的嫌弃。 不能。 于夫人的一荣述出神如画,我也就携了一个皮毛。 再说,万一那个幕后之人,突然来找我怎么办? 金子萱的容颜,金子萱的声音,让蓝湛心里莫名抗拒。 尽管心里清楚,这一套行头底下,是自己心心念念之人,可在视觉和听觉的双打击下,本能地想要将坐在腿上的人推出去。 冒牌的金子萱,完心正浓,哪里能这么轻易放过他? 两只不安分的小爪子,爬上蓝湛美如冠玉的脸颊,嘟着嘴巴凑到在他唇边,一闻不闻。 欲沾不沾,温热的气息护在蓝湛白皙如玉的肌肤上,引得他一阵战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